大家好,我是带野猪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新活动宠物大作战的详细攻略 希望每位朋友看了以后都能节省时间拿满奖励 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角色 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专舞 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 大家可以关注野猪我 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问我 活动时间11月10号到11月28号 没有完成这部分任务的朋友 可以直接通过快速体验来完成活动 不会影响奖励 奖励差不多是1000元时 以及送角色多例 活动分为赛前准备和赛事进展两部分 赛前准备分为三个部分 一抓宠物然后培养接着去特训 活动中我们会获得一个小道具 通过使用道具就可以抓到自己想抓的宠物了 大家请看上面这个黄条满了就可以抓到了 另外迅速受到雷火元素的影响后 移动速度和捕捉进度会产生变化 然后可以根据派蒙的提议为他们取名字 接着去NPC处领取特定的道具用来培养训兽 这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消消乐的小游戏 按照左边的图把颜色对齐就行了 这样一来训兽就获得了技能和加强 右边有四个选项可以对果冻进行转换对调之类的 完成对驯兽的培养以后就可以带着他们去挑战副本了 强化特训则需要我们指挥驯兽打败敌人 完成以下两种挑战 挑战中驯兽是自行攻击的 我们需要使用重点攻击的指令 让他打同一个敌人 技能的使用是有使用次数的 在地图上捡到这个黄色的东西 就可以增加使用次数了 完成前面的准备以后 我们就可以和NPC进行比赛了 感觉就像是宠物小精灵的对战 最后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始活动资讯攻略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每天看看以免错过福利趣闻哦